根据美国枪制暴力档案网站的统计数据 2022年美国已经发生246起 造成4人以上死伤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我这个计算了一下 这个差不多每天是平均1.5起 这个是最新的数字 是我们今天早上刚刚查到的 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那些死伤4人以下的枪击事件 这个数字触目惊心 因为它不仅是数字 它还代表了无数逝去的鲜活生命和破碎的家庭 过去五个多月 超过1.8万人死于枪下 近在5月28日至30日的72小时之内 全美就发生超过300起射枪案件 造成超过130人死亡 多数美国民众互换政府采取措施 阻止惨案再次发生 多项最新民调显示 美国多数人将枪制暴力视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今年4月 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 76%的美国人认为 枪制暴力已经成为美国面临的很严重或比较严重的问题 据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数据 射枪伤害已成为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的最主要死因 75%的美国青少年认为 枪击事件已经成为他们最主要的压力来源 国会山报报道显示 三分之二的美国父母表示 担心在学校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 美国政府应该正视自身恶劣的人权状况和治理能力赤字 采取切实行动 控枪 指暴 保护好美国人民的生命权 而不是到处对别的国家指手跨脚 与人权为借口 干涉别国内政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